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MOE Sports 人才培育工作坊 体育不简单的系列课程 我是今天的讲师陈怡安 如果你常常关心跆拳道呢 或是说喜欢看体育节目的话呢 可能会对我有点印象 或是你的宝宝妈妈们 可能也会对我有点印象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背景呢 就是跆拳道选手出身的 那在当选手到现在 有一些我的小故事 其实就借由今天的课程 来跟对跆拳道 或是体育有兴趣的朋友们来分享 我其实自己定了一个 宜安宜挑战打勾勾 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打勾勾为什么说是打勾勾呢 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在这一路成长的过程呢 我自己觉得 在体育的路上的训练 或是说在人生 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挑战 我们确实都和这些挑战 一直不断地打勾勾 一直不断地去前进 去面对它 但是呢 我原来呢 就是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妹妹 然后从零 然后变成了一个 有个奥运金牌光环的选手 那之后呢 又把这个光环收起来 成为真正的一个自己 所以会想要跟大家分享 from zero to hero to hurt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看到呢 我的身份还蛮多元 就是很早就开始斜杠了 我是运动员 然后也在媒体工作过嘛 那另外我是快乐女工 你们从照片上就可以看到 我做很多的手工造 这其实是我自己 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爱自己爱地球 那么另外呢 我也是幸福老妈子 我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现在就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我有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好好的学习跟照顾自己 好 那再来呢 就是永远的体育人 在体育这一块呢 其实是我自己受益最多 有最多人帮助我成长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持续的 在这一块来经营跟努力 还有回馈 那跆拳道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们 知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从小就会有一个诗词了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在道馆里面 也都还是一样用这样的一个诗词 就是我们学习跆拳道 并服应跆拳道之五道精神 爱护国家 效忠领袖 主持正义 服从真理 尊师重道 孝顺父母 学成之后绝不为非作歹 所以为什么以前人家都会说呢 这个学运动 学台拳道的孩子不会变坏 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天呢 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诗词 但是现在的台拳道发展呢 也非常多元 有很多种哦 我们在奥运会看到的是一个对打形式的比赛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比赛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好 会有一男一女就可能就是混合组的哦 哦 摆出的架式很好 它其实就是品式的部分 而且是自由品式 哦 同样也是爆发力跟柔软度的展现 这个呢 有没有很炫 超炫 对不对 我自己也很喜欢看 那自由品式呢 它其实就会融合了传统的品式之外呢 还有舞蹈 还有一些翻滚 然后台拳道基本动作 跟对打的一些招式这样去组合起来的 也是现在受到非常多 跆拳道的爱好者所喜爱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么炫的这种台拳道品式 不是我的专场 其实我就是属于对打型的 那你们会看到像奥运会正式项目 是国民名有罗嘉玲 应该就很熟了 对不对 它就是也是这种对打型的 那我们都会有蓝方的护具 红方的护具 而且现在呢都会有电子计分了 然后有电子护具的感应 包括户头等等 好那这个是台拳道 目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形式 但是以奥运来讲呢 正式项目的话 还是以对打的这个项目 才有奥运的比赛 稍微有认识一下台拳道 对不对 那再来认识一下宜安姐姐 好宜安姐姐呢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在1988年 我是七岁开始学台拳道 十三岁就进了国家队 所以其实我非常年轻就 就一直接受很严酷的训练 一整天的生活呢 大家就吃睡训练 那什么时候念书呢 其实我们念书的时间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这也是目前我们遇到的 蛮多在运动员生涯规划 或是转职方面 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选手 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训练 那么我在1988年当选国手之后呢 同一年呢我就参加了汉城 也就是现在的首尔的奥运 并且拿下了女子除量级的金牌 然后那一年呢我15岁 所以如果你回到当时去看呢 应该是说举国欢城 大家就说哇呀 你们真有金牌了 那你们说为什么 那个我们的台湾的历史上第一金 不是陈一安呢 如果去查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在2004年 跆拳道的陈诗星所拿下来的 那跆拳道呢其实在1988年 跟1992年的时候是属于试判赛 一直到2000年才列为正式项目 然后之后呢就一直都在 这个奥运的大家庭里面 那在这一段期间呢 也由这个传统的户具计分方式呢 改成现在的这个电子户具的感应 跟计分方式 那么我在92年的奥运又拿到金牌 那当然这中间可以说是我的成绩 最辉煌的时候 所以我参加过什么世界杯啊 市锦赛啊 雅锦赛啊等等啊 反正出去呢就是飞金 比赢不然就有铜这样 所以其实我的运动成绩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94年的时候 我参加完两个国际比赛就决定 好 我应该要认真的念书 决定就在这个时候退休了 所以我在94年的时候有离开跆拳比赛 那退休之后呢 96年毕业 毕业以后呢 我就进了TBIS的体育台 担任体育主播 记者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只会跆拳道嘛 所以其实什么NBA啊 MLB啊 什么NFL 天啊那些我完全都不懂 然后那些职业队的队名 背到我的眼花缭乱这样的 然后播报高尔夫的时候呢 还会把那个低语标准干666 然后一直吃罗斯吃到 变成66干这样 然后结束呢 就被我的老板狂飙 陈彦你知道 低语标准干66干要怎么打吗 然后我就很无辜的看着他 他说是要一个球跳三个洞吧 对 所以其实体育的知识呢 项目都是非常广的 透过很多一系列的课程呢 其实大家可以对体育 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其实96年进了体育台之后呢 为什么98年又开始比了呢 其实我那时候2000年 只有2000年的雪梨奥运 跆拳道立为正式项目之后 我就开始有这个付出的冲动 可是你们也知道运动 其实是非常现实的 你一旦没有训练之后 你的各方面的身体的素质 性的素质 你的技术 你都是被打回原形 就是零了有没有 然后腹肌也会团结一块 就是其实你的状态呢 尤其是在高度竞争 这个强度这么高的项目 不是说你要付出就能付出的 所以其实在付出的那段时间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后来在98年的时候 就拿了亚锦赛的金牌 然后还有曼谷亚运的金牌 曼谷亚运金牌之后呢 我就开始准备雪莲奥运的选拔了 然后很可惜的是 我在雪莲奥运选拔的时候呢 对手就是冲进来 然后我看他冲进来之后 我就用上端旋踢从他的脸 很大力地踢下去 马上就得了第一分 然后他就很痛 其实我也蛮痛的 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脚 我的脚怎么有一个洞 然后我的对手的嘴角就流血了 那之后我们就去商庭一分钟爆炸 那结束比赛之后呢 我们就都去缝嘛 那他嘴巴里面他就缝了十几针 那我的脚呢 脚背上其实就缝了 大概三针小小的伤口 可是后来就变成了蜂窝性组织炎 那因为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 所以导致我在医院住了 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把伤口打开做引流 然后你们都知道 跆拳刀用哪里攻击呢 就是脚背对吧 所以其实我的武器就是受伤了 那折损了怎么办呢 这就不断的去复健 然后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离学里奥运已经非常近了 那结果就是最后 我在国内的选拔 就差了一点点 没能够选上 那从此我的人生就是黑白的了 我大概哭了半年的时间 那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 其实我有很多跟自己对话的机会 然后去真正的认识自己 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 跟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